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三号南下到云林县和传统业者面对面座谈 解说两岸经济协议ECFA 对于民进党推动举办ECFA公投 马英九首度公开回应 表示马政府不是怕公投 而是尊重代义制度 并且再次的解释ECFA不是慢声器 使台湾走向世界的敲门转 三号下午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一声轻便 南下到传统产业聚集的云林县举办座谈 要亲自向民众解说两岸经济协议ECFA 这个月月底 马英九将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举办ECFA辩论战 日前民进党抛出ECFA公投议题 并喊出不公投执政党就该下台的口号 马英九回应应该尊重政府体制 我不能说什么案子我先拿去公投 亲不关于立法院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一个民主制度 一个民主社会 它基本上是代义制度 如果什么事情都用公投决定 那立法院就可以不要了 马英九表示 签ECFA就是要避免台湾市场边缘化 让两岸关系制度化 同时促进台湾国际化 不过在场的传统产业业者和劳工表示 民间十分担心ECFA的负面效应 马英九强调官方已经编列 950亿台币预算 打算在ECFA洽签后 分十年照顾可能受到影响的厂商 并积极辅导产业转型和技术协助 将冲击降到最低 凤凰卫视陈燕盈台北报道